此下午任我只想要看荡荡的 原住民团体追风少女发礼 与夏威夷火山之花舞蹈学院 用精彩的歌舞展现台湾原住民族 与太平洋南岛文化不可分割的深刻连结 为了宣传在花莲举办的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花莲县长徐真卫特地来到台北车站 举办活动 邀请世界各地好友 历临享受花莲最盛大的原住民族文化庆典 一个活动能经历过数位的县长 不断地努力地推动 从我们的这个画面上 1982年开始推动 到现在已经是42个年头 这就是花莲 我们要谢谢所有的部落 208个部落的马多瓦赛 或者我们的头目在每一个部落的坚持 所以我们常说花莲是原住民文化的活的博物馆 就在我们部落里面不断地延伸 花莲也是宝石之乡 无论是我们的蓝宝石或者是台湾绿 透过远古时代 我们的太平洋 透过大西洋 透过大洋 一物一物到了马达加斯加 大家知道吗 到了马达加斯加 那是什么概念 那是已经代表了台湾原住民族是世界第一个航海 也是世界第一个在做国际贸易的一个岛 我们在联合风年节不断地将我们的文化 呈现在联合风年节的所有的展演上面 而不只是花莲六个族群 我们更将台湾十六个族群 一一地邀请到花莲 联合风年节的场馆上 来表演呈现给大家 我们这个文化的丰富及美好 除了联合风年节的展演介绍 现场许真卫还带领花莲部落头目及勇士 举行报讯息巴达顾思仪式 希望将来自花莲原住民族文化的祝福 与邀请信息传达到国际 我们的海洋是孕育生物的母亲 所以透过海洋我们去巡礼 找到了无论是大西地 无论是纽西兰 无论是我们在今年邀请了 我们的这个夏威夷 在未来我们更会邀请马达加斯加 邀请复活捷岛的我们所有的族人 回到台湾回到花莲 因为这是南岛羽族的四大集点 就是我们的纽西兰大西地 马达加斯加复活捷岛 所以在这里真为要谢谢大家 能够看见世界文化的美好 而我们现在正在保存 以及显阳彰显这块土地的丰盛 还有文化的丰厚 去年我有机会到花莲参加风年祭 在整个三天的活动中 心中只有两个字 感动 感动我们原住民在文化的传统 保育又加上了创新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开场节目一样 是充满了活力跟创新 那个是让我在花莲三天之旅 非常感动的事情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风年节 除了有超过20场次的 原住民乐舞表演 更汇集原民文创 原民美食等上百个摊位 欢迎民众在7月19到7月21号 到花莲感受台湾原住民族 与南岛羽族的文化之美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